这个菜我喜欢 那你为什么喜欢这个 它口感蛮特别的呢 跟那个鱼无关哦 是菜本身 诶我喜欢耶这个 这影片呢我要来评比台湾的青州小菜 青州小菜的意思就是 粥跟小菜是不是 最好吃吗 好呢 我们就结束这一影片吧 听起来没有让我有进去想要进去吃啊 那台湾人是什么时候会吃青州小菜 是宵夜吗 还是就是喝完酒 然后来试 因为青州小菜听起来很健康耶 好我先调整一片 因为呢 我接着来我的目标是要做那个 掌握的固密码的网绘 所以我不能再讲刚刚那种话了 我要一直 称赞台湾的美食 哇 今天要试青州小菜哦 我的天啊 我的妈呀好期待哦 这肯定很好试 好继续试吧 我一开始还以为这一支影片呢 我会拍得很无聊 可是呢 今天居然有很帅气的来宾 因为我一起吃东西耶 所以今天呢我一定会大量 称赞台湾的美食 哈哈哈 而且今天不是机器后面的男人帮我挑菜哦 是这位大帅哥的来宾帮我挑 所以 今天所有东西都好吃啊 哈哈哈 那我们欢迎麦杰卡 哈啰 哈啰 大家好 我是麦 好帅啊 哈哈哈 哈哈哈 好久不见了 真的 所以你也是一个玩咖 玩完之后就来这便师吗 诶 没有大家一起去唱歌吗 你会唱歌吗 我不会啊 我没朋友啊 那你不会唱歌 我没有朋友 对啊 我没朋友啊 那下次我们可以一起去 所以就是你很懂的这些新州小菜 应该要吃什么或者怎么吃 我觉得好像真的蛮懂的耶 真的假的 就很多菜色真的是哦 知道要点什么 臭豆腐啊 茄子啊 牛腩啊 其实我很讨厌臭豆腐 可是从你绝巴做出来感觉蛮好吃的 哈哈哈 变香是不是 对对对 今天所有东西是为什么看起来这么好吃啊 真的 对餐的人真的有差耶 公司就觉得直接过关 哈哈哈 所以这就是台湾人来是就一定会吃这些东西 我啦 我觉得我跟我几个朋友可能蛮长半夜来的 还会点的这些菜 真的吗 可是我们观众很凶哦 那他会骂 你骂错了我们哪会去这些东西啊 什么的东西呢 真的假的 可能不会点那么多大啊 那就不要骂他拜託 他这么可爱 所以这个就是粥 所以它是地瓜粥 它是地瓜粥 哦这是普遍的嘛 就是台湾人煮粥一定要放地瓜 应该每一家都会放嘛 他真的假的 因为在泰国没有吃过放地瓜的粥 所以放地瓜上去它的用处是什么 应该是让你增加一点甜味吧 你好会讲哦 哦地瓜是甜的呢 因为吃粥通常很快就饿了嘛 对不对 对然后加了这个地瓜会有饱足感 比较有饱足感 但是粥看看 如何如何 我觉得你要配点东西 有点干吃 应该是没有什么味道的 因为听起来很厉害 就是什么地瓜粥 以为那个粥会有什么地瓜的香 也没有啊 没有没有 重点是配起来的感觉 如果是平常的话 早就骂脏话了 真的吗 不要喝什么东西 好那先第一道菜好了 我应该要吃什么 我会觉得你可以先吃个 小豆腐好了 小豆腐 你敢吃吗 敢啊 我帮你用一用 真的假的 OK吧 给点菜吧 对谢谢 我吃咯 吃咯 如何如何 吃下去 那个臭味啊 跟文的有差 我觉得一般 就不难吃啦 可是就是 它确实比一般普通的 常常吃到的臭豆腐好吃 没事了 没事了 真的 先听我讲 可是就是它就是一般般 对你觉得好吃 对不对 那没关系啦 没事了 我问一个题外话 因为我刚刚在这边看 它都没有点价格 就会点一点 就超贵的 你不要拿到太夸张 应该是不太可能说 没有钱 冻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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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吃 对 不错啊 而且我喜欢加这个汁 它的那个汁好吃 这是鱼好的 其实鱼我好像没吃过 真的煎了 好来帮你试一下口感 我也要试啊 今天不是你带我来的吗 这个鱼好花张喔 它是什么鱼好好吃喔 鱼肉 它的那个口感蛮特别的 它的那个嚼劲嚼下去 你是很喜欢很有嚼劲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你应该蛮喜欢吃牛筋的 对对对之类的 好吃 可是对啊 它那个酱不是很重口味 对比较清淡 可是它鱼本身有够新鲜耶 对啊 你知道来这里的时候通常 大家都是可能有点微醺 你想想喝醉的意思 因为我是属于那种 假如真的喝太多我就会睡着 所以我通常就会想要回家睡 一个人坐 对啊 还有我的猫 这很正常的话题啊 对啊对啊 一个人坐啊 一个人坐啊 还有两只猫 所以你喜欢养猫 我也是最近还开始养 它们超疗愈的 你有喜欢养多吗 猪 又大只一点啊 你要介绍啊 我给你去看一下 都不一定你喜欢 比较大顶的动物这样 哦 先来吃这个好了 这个是什么东西 欢迎收看VS Media 我是戴色尔苏 我是疯狗鞭 终于是周五 每天周五十二点 小编照口夜 陪你聊聊最热门新闻 每天直播在线等你哦 拜拜 豆豉油啊 豆豉 哦豆豉 豆豉 它有那个呢 油条呢 对 这是正确的吗 嗯 特别特别特别 所以贵妮长的时候 要不然很少就太胖了 哈哈哈哈 但是这一道真的很下饭 你可能会白饭一碗接着一碗这样 你先试试看看 这可能配稀饭也不错 先试而按好了 嗯 哇这个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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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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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哇啊可是我蛮好奇的呢 油条放在那边 是什么意思啊 因为刚刚我只吃蚵仔呢 蚵仔就还好 我觉得油条还好 哇可能就好吃 哈哈哈 那我就不用吃了对不对 哈哈哈 还是要尝一下啊 尝一下啊尝一下 就蛮软的啊 还是你喜欢硬的 哈哈哈 牛条 我说油条啊 我还在那样嘴巴 老闆在吗 我不喜欢 吃这个吧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叫小鱼现菜 开动 这个菜我喜欢 那你为什么喜欢这个 它口感蛮特别的呢 跟那个鱼无关哦 是菜本身 我喜欢这个 这个 那你要不要再多吃一个 这是目前最喜欢的一个 你是说今天吗 对啊 好那给你一大口 它感觉纤维很多 因为它就是有一种就是 黏黏绵绵的感觉 很绵密 对对对很好吃 所以这叫什么菜 在这边 小鱼现菜 所以它是建菜 对 而且感觉没有太多的调味料 你出丁哥对不对 对啊 心里有数 我有听 我有听 有没有听 有啊 我们心里有数 这样 好像完全不是这样这样 不是吗 有啊 你明明就在那边摇头这样 对对对 有啊 有啊 有摇头啊 那 所以怎么样这首歌 这首歌呢就是在讲 是有点在叙述远距离爱情 想要为远距离爱情来发生一下 啊 啊 就能把握的好像就只有今天 因为你不知道下次碰面 确切是什么时候吗 然后一见面又好像每天都像是在倒数一样 就比如说哦下个礼拜娘娘又要飞了 好难过 好啊 在那边摇 所以是自身的经验的 对啊 你也会有失恋的那一天那怎么可能 有投入感情就一定会有 所以你不是玩玩而已 不是啊 我是有交往过的 你会投入感情的人 你会投入感情的人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有就好奇说 一般帅哥在年轻的时候不是都玩玩 没有 就蛮多人都在一起很久 就在两三年这样 很久呢 所以你喜欢什么样子的 我好像没有固定的型 我有交过 可能很甜美 然后有些是比较酷的 可能范围太大 你喜欢什么样的 后来是泰国人 擦红口红的 对 真的假的 所以这首歌已经发行了 哪个平台可以听 就Spotify YouTube也有 iTunes也有 KKBOX 继续识别的东西 这个吧 下一道 这一道就是虾仁蛋 这么普通的菜 有值得跑来吃它吗 不要这样 这里就是家常菜 这里 这里没有什么名菜 我说话的不好意思 你不是过敏还是在跑吗 有 那就不要吃啊 没有没有没有 我有过敏 但是我对虾OK 哦 因为你会过敏 变种 变种 对 就是最过敏 你在过敏怎么都会啊 已经过敏了三十几年了 哈哈哈 哈哈哈 嗯 哇 我的天哪 竟然有这 哦 我的天哪 竟然有这 哦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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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 哦 哈哈哈 牛腩不醋哦 哈哈哈 这招太 太普通了 哈哈哈 哈哈哈 超级家常的 但是我以为就是家常菜 至少来店里面吃 有一个怎么不一样 可是这就真的很家常 哈哈哈 都是很下饭的啊 嗯嗯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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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竟我们还在这里嘛 哈哈哈 以后不会来了嘛 以后不会出现在这个名号了 哈哈哈 我们赶快去吃下一菜 原来这个是茄子吗 是的 这个茄子呢是 我少数认为台湾好吃的东西 哦 所以泰国没有茄子 就 好像有这种茄子 可是这种料理方法 只有台湾在做这样 嗯 而且这种茄子搭配你们的料理方法 好好吃哦 感受一下 对嘛 这个就是好吃啊 茄子本身它就很好吃了 所以它 这个调味 什么调味都好吃 无关锋的鸡脚 对 本身这个东西就是 对很好吃 我很喜欢 你好会推荐哦 怎么这么会推荐 那最后一个是 红巴乳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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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 这一看就肯定好吃了 哈哈哈 你敢吃肥的吗 你觉得那么 哈哈哈 你问那个就是好有礼貌 哈哈哈 好啊 那这一块这一块 有瘦有肥的 try一下 那你是不是吃瘦肉 对不对 我比较喜欢偏瘦 哇 从选择一放就已经 看出人的体型了 没有没有没有 啊讲真的就是 你们会觉得肥肉不好吃 还是怎么样 就是有时候 不是说因为吃了怕胖 或什么 是有时候那个口感 可能会觉得 有东西 真的假的 肥肉明明是超好吃的 所以我觉得 融入不了你们这种瘦子的世界 所以其实你们 不是怕胖 就是真的觉得那个肥肉 对对对 那个酱酱的 吃太多 觉得好像太大 然后一坨东西这样 如果小块 我觉得OK 但我有遇过真的 肥肉做的很好吃 就可以吃了 对对对 但就是 别爱这 哈哈哈 你还不这样讲 哈哈哈 对啊你看 这叫做爱情肥肉 哈哈哈 你们就很好吃啊 嗯 真的不忽忽意料 那个肥肉 好好吃哦 然后它的那个乳啊 乳汁啊 超重口味的 咸白话就是很咸 对啊 嗯 可是我喜欢吃咸的 所以我超喜欢 好来总结一下 我最喜欢吃的东西 我觉得超好吃的东西 哪里 有这个 凤霸乳肉 鞋子 小鱼鲜菜 鱼 跟牛腩 觉得很普通的东西 炸蛋 臭豆腐 对 嗯 这些店特别的地方 是他们有难吃的东西 嗯 因为至少就是都过关 对 吃下去就觉得 它就是这个味道 而且我觉得它重点是 一个 家常菜的味道 不是说你要吃的很精致 或什么 那你之后会来吃 这种 哇 哎呀 当然啊 这么好吃的东西 来我们来聊你的歌 所以来 跟我的观众讲一下 哈喽大家好 我是麦 孙麦姐 那我最近发了一首新单曲 叫 心里有数 简单讲就是 好好把握今天 不要管明天如何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接下来 碰到的时间点 会在哪里 所以 请大家记得要去听一下 心里有数 那观众呢 记得去按赞订阅键 分享开心小铃铛 我的所有朋友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